德国是欧洲强国,在国际上地位较高,而且自默克尔出任领导人以来,德国对外态度也逐渐转向强硬。 即使面对美国总统亲自施压,默克尔也具礼律正毫不退让。 但近日,当默克尔筹划对阿塞拜将进行访问时,后者敬高傲的要求签订他的随行访问人员,而更令人大跌眼镜,那是肃义铁血自诩的默克尔为促成访问竟然表示同意。 国际舆论意识大华,2018年8月25日,据参考消息网报道,德国总理默克尔计划本月开始对格鲁基亚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将三国进行访问。 但访问还没开始,阿塞拜将就提出,原计划随默克尔出访着德国联邦议员兰高加索议会团副主席、基民盟议员阿尔伯特·威勒不得入境,因为他曾明确支持阿塞拜将的中央地区对手亚美尼亚,阿塞拜将傲慢的态度很快进入大多数德国议员。 他们呼吁默克尔取消对阿塞拜将访问,但默克尔却决定坚持访问,为了只配同他出访格鲁基亚和亚美尼亚,之后换人。 报道称,默克尔如此寻辱的让步,不仅病议员们非常不满。 德国社会舆论也对此持批评态度,虽然总理府发言人很快宣称,默克尔会在与阿塞拜将总统阿利耶夫的对话,持批评阿方这种不同情理的态度。 但德国媒体毫不流行抨击到,默克尔辞举有损国家尊严,对外显示出乱弱。 这样只考虑所谓利益而不顾国家尊严的行为,到底能为德国带来多少好处? 无论从进出口贸易总量还是能源供应地位,阿塞拜将对德国都不是必不可少。 即使近几年产量增加,可德国就与经济萎缩,从来在拜将的进口额反而下降。 但面对这种情况,默克尔却仍采取几乎卑微态度去访问,这其中有德方特殊的考量。 一方面,乌克兰危机后,德国受到美俄夹击,美国要求德国加入对俄军事对峙,而俄罗斯则利用顿绝天然气功能来迫使德国改变态度。 面对俄罗斯能源压力,德国对外军事政策处于非常尴尬地位,加强对阿关系又助于改变东欧军事格局,德国可借此实现对外军事政策独立。 另一方面,离海各国刚刚签订离海协议,排除非离海国家在该区域有军事存在的可能,这不仅断绝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想法, 也导致德国多年来扩大当地军事影响力,德谋划受到挫折。 默克尔采取的退让,是对外界表明一种态度,即相比于亚美尼亚,德国更加偏爱阿塞拜疆。 同时,这也可以作为一种暗示,德国会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地缘斗钉中支持阿塞拜疆。 这对于急需外界支持的阿塞拜疆而言价值很特殊,可能因此影响离海周边格局。 如果德国能和阿塞拜疆形成特殊军事关系,那就可以绕开离海协议,对长期觊觎离海的美国而言,德国可以作为一个打进中央的钉子,为美国拓战离海地区军事影响力铺路,所以需要改变对的强硬态度。 而对地头蛇俄罗斯的而言,德国此举会严重心事,而在当地军事优势地位,为避免自己的势力范围被进一步压缩,也有必要减轻对德在军事和能源上的压力。 默克尔表面上对阿塞拜疆,卑躬屈膝,实际上是尝试用这种方式减轻自身的俄罗斯能源出口,依赖的同时拓展本国中亚军事影响力,在美俄军事压力下旬的安身。 由于阿塞拜疆能源输出上的地位,几年来很多国家纷飞向阿展示亲近军意。 默克尔这种方式令德国加入到这场阿塞拜疆争夺战中,德国表面谦卑,背后却下着大旗,东欧的军事格局,又将面临一场新风云。 喜讯,为了反馈本次的支持,大国侧已开通了商铺,可,也可直接到大国侧商铺选购,品质有保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